好,來,那老師我們現在會錄了嘛,對不對,我們會錄了 然後我們會錄了,接下來的動作是 好,那我整個課程的部位就是慢慢的接著錄 接著錄,好,那這邊我要補充一個是 我講完,就是我錄完之後,再來呢 我們當然已經要看課程嘛,所以從這裡進來 Index,老師我們可以,我們可以看得到課程 好,那看得到課程後,接下來呢 我想去修改它,我要怎麼改 我只要把左上角課程資訊 右上角,我們要換一換,下面章節改一改 其實我課程就錄完了,好,它非常的容易 好,那怎麼改呢,改的方式來點這裡 我先給各位講一下,好,來 這邊分成幾個句話,第一個 如果老師們想要改的是左側 章節的名,呃 靠乘資訊跟講師資料 左側,位置在 檔案 摘要資訊 紅色對紅色,好不好,紅色對紅色 OK,好,就是你要改左上角,你要到檔案的摘要資訊 好,再來呢,那如果我改右側這 右側這個地方的一個講師的影片 照片 我想換照片,不然放他們家logo很奇怪 我要放照片,我要換掉 好,那位置在哪裡 來設定 設定 OK嗎 好,最後一個 右下角的章節呢 右下角章節如果我要換呢 拆區 好,它的位置會是在 編輯講解 OK嗎,這張圖很重要 知道嗎,因為這三個位置你一定會用到 我知道你沒想法,趕快來 好,對 所以你只要記得這張圖的部分就是 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位置,好,你把它找到 以後你要設這三個區塊 其實就不會忘記了 很好找 好,把這三個區塊記下來就可以了 這樣OK齁 你看,只有這個時候我才會遇到三個顏色 要不然一般一兩個顏色就夠了 所以這時候要畫很多地方才會用到多的顏色 好,來,幹嘛清掉囉 我們清掉來看一下 怎麼去看,怎麼去改一下 好,清掉 來,我這個畫面先不停 因為這是我的網頁做出來的作品 我直接改完後回來重新整理 它就會改過來了 好,所以你這樣可以比對 好,來,首先怎麼改呢 點箭頭 點箭頭 點箭頭裡面的檔案的摘要資訊 左側,好,左側的部分 點進來 進到摘要資訊之後呢 這邊有個標題 來,老師把它改掉 來,改成名稱 例如說 書位教材設計好了 好,再來 下面是不是有個作者 好 很多老師會把作者打在這喔 建議不要 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 來,我們先確定喔 其他都不用啦 其他看不到 就好 重新整理喔 我現在網頁開著啦 重新整理 好,左上角就改好了 聽懂嗎 左上角就改了 可是你發現 講師錄得這麼辛苦 名字這麼小 Email的這麼小 是給誰看啊 有沒有 學生可能眼睛還不錯 老師自己看得很吃力喔 所以記得喔 如果我自己在做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們 把名字搬上來 我都放後面空一格 因為這樣自己就會變得 很大 對 這樣才重要嘛 欸 這很重要吧 老師 你不覺得很重要嗎 我覺得很重要 大 我還心態太小耶 我很想讓它再大一點耶 知道嗎 這樣的話至少使用者在 學生在看的時候 才知道哪個老師錄的嘛 好,那個Email才看得清楚啊 所以左上角的地方是這樣換的喔 好,再來第二 右側 那右側的地方叫設定 好,這地方叫設定 這個設定的地方喔 如果你想要錄Webcam 好,如果你有那設備 你要錄Webcam的話 你點箭頭 好,再來 我們剛講的是在設定 對,設定 點進來 好,就到這裡 左側 你點選圖片可以更換講師的照片 好,那老師 如果你有那個Webcam 你想錄影的時候 把你的內容動態的錄下來 你就勾這個勾勾 那因為這樣沒有接啦 有機設備這邊勾勾就可以勾 你把它勾起來之後 你錄的時候 你的人像就會被錄進去 知道吧 那有些段落可以錄 有些段落不錄的時候 他會用照片取代 知道我的意思齁 那照片一定是從頭到尾只能夠一張 他不能換張 只能夠一張 好,來 那怎麼改老師的照片 直接在這裡喔 快按兩下 他就會出現開啟就檔 然後我自己就會放一張照片 固定用的 放在隨身碟 每次上課都拿來當那個圖的 好,OK後就儲存 好,右邊重新整理 就會變成自己的影像 照片就上去了 知道嗎? 好,這裡注意喔 照片尺寸 麻煩請設 一六零乘一二零 他這邊其實有告知您 設定 這裡 一六零乘一二零 記得 不然你人會變形 知道嗎? 你如果拿你現在正常拍的直視照片進來喔 你會變胖 真的 然後如果你拍得很寬 你會變瘦 所以老師自己決定要胖還是要瘦 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決定 我們會幫你變胖跟變瘦 那我看過幾乎都變胖的 很少變瘦的 所以最好抓同尺測 不會有問題 好,所以 右側這一區OK嗎? 設定 設定 好,下面這個最久了 這個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這個區塊是章節的結構 我們要把名稱的部分做修整 那它是在編輯講解 我們等一下講 好不好? 老師們先設定 左上 在這個下拉箭頭裡頭的檔案 專要資訊 以及設定 那設定 如果你們現在手上沒有照片 沒有關係 觀看兩下之後啊 在媒體 圖片這裡有很多照片 隨便找一張 不要找五味熊 隨便找一張 對,然後把它換掉試看看 好不好 來,試一下